参数台风来袭 玉里警方配合正公所执行民众预警性撤离安置 此外多处的路数倒塌也影响交通 警方一早派员巡视道路交通 排除路数障碍 民众看了高度肯定也万分感激 从11号气象局发布参数台风的路径 玉里警分局辖区各派出所绷紧神经 全力宣导防台的同时 当日下午5点开始也协助乡镇公所 进行民众预防性撤离安置 直到各地保全户全宿撤离完毕 才松了一口气 现在就要过去了 我们那边都有民策 如果你们没有去的话 当然还是会被罚钱 因为这边是警戒区 不论是副理乡海岸山脉山脚下的渡居长者 还是卓西乡偏僻聚落撤离安置 都可见远景的身影 卓乐派出所远景协助撤离工作途中 碰上民众车辆抛锚 也立即驱钱提供救援 利用电霸顺利的将车辆霸动 民众看了高度肯定感激直说 台风来远景比牛仔还要忙 经过灿速 强风大雨 一夜吹袭 南区四乡镇也传出零行灾情 尤其多数路数倒塌 阻挡交通 民众无法进出 警方一早全面出动 巡逻情物 发现封岛木横躺在马路中央 远景也合力搬移 排除路障恢复交通 台风来袭 玉里警方落实警戒 灾害通报 以及为民服务工作 为了民众安全 不遗余力 不愧为守护家园的土地工 记者是玉兰 玉里采访报道